這件事情的最核心 還是要回到林志堅 其實我看一下林志堅的臺大論文 他裡面 學問還蠻深的 他用的那個那個統計裡面 叫二元勝算對數回歸分析 如果林志堅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這個二元勝算對數分析 是怎麼樣跑的 SPSS是怎麼樣跑的 他記者會如果這樣出來講的話 我說你厲害 你真的有學問 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問題不是這樣子嘛 現在大家質疑你說 你論文是不是自己寫的 有沒有帶上課 拜託 我也去年臺大政研所畢業 我們上課只要四次缺席的話 我們都外點 就那一堂課就當掉了 我記得我還有 我還有一個明居正明老師的 他那一堂課 也有民進黨的議員修 他連續被當了兩次 他到現在還沒畢業 是很嚴格的 你是不是在政研所 我是政研所 政研所很嚴格 國發所很發生 可是你要原創比對 然後即使說你是找人代寫的 很多傳聞是這樣子 可是你口試的時候 都要過了關 除了你的自己的老師 指導老師之外 還有兩個委外的口試老師 怎麼放過水的 你除非你的論文背得滾刮爛熟 才有可能 除非就不然就是你的指導老師 掩護你 陳明通從他擔任教職以來 指導了一百七十二本論文 那現在要不要檢驗 所以我現在問題是第一個 林志堅他沒有道歉 沒有認錯的勇氣的話 就這件事情沒有停損 那如果林志堅認錯的話 就像當初李梅珍一樣 那他現在要重新回去念書 至少就停損了 現在這整件事情沒有停損 不只是林志堅而已 還上綱到陳明通 陳明通要不要請辭一百二十二本論文 要不要失衡騙也要不要查下去 就變成陳明通的問題 演變特別陳明通的很多指導學生 都是民進黨的現在的市議員 現在的立委 那如果查下去呢 變成是不是藍綠很多政治人物都變成論文 都要進入檢驗 所以我覺得說只要林志堅沒有認錯 陳明通沒有出來說明 不只立法院開之後 陳明通會站上質詢台被問這個問題 接下來演變變成選舉的時候 變成有一個破口 你沒有盜竊 沒有認錯 人家會質疑說你的執政價值在哪裡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議席兄 我想今天陳明通 現在角色比較複雜 一個他是這個論文門裡面的指導教授 或者口試委員 另外他是現在國家安全局的局長 站在我自己在外交及國防一段時間 我覺得國家安全還是另一個角色 另一個角度 我不認為說今天陳明通 他的這一個學術上面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應該要影響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最重要的 不能夠被影響 但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分開來看 那我現在在看就是說 今天還有一個月 如果說未來一個月以後立法院開議 然後各個委員會都在叫國安局長 到這邊備詢 然後都是要問論文 這其實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其實反而不是好事 你把國安局長都綁在立法院 就是為了要問論文 國安局長要保護國家安全 那你所有的立法院 大家委員會都不要開會 每個都把國安局長叫來 就是要問論文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好事 我不希望看到這個事情 教育委員會也跟他有關 對不對 那個什麼科技委員會 那個什麼經濟的也跟他有關 然後呢 很可能那個法治的也會說 這個有沒有影響 管國安局的動搖國安 你這個你這個判斷有道理 有道理 不過我真心的講 唯一沒關的可能叫未還 不過我真心的講就是說 一個國安局長 其實他對這個國家的中心 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你說這件事情 就提到中心 是的 因為他現在展現了一件事情是 他在個人利益的考量之下 他是會犧牲對於學校 對於學術倫理的中心 那認為他對國家的中心 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嗎 我覺得我是要從這個角度 去看待陳明通的角色 他到底心裡頭 有哪一個是最高標準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 他的道德標準 都有他可移動的地方 他最高標準 最高道德標準是什麼 現在我覺得對我看起來 他犧牲某一個學生的利益 去成就另外一個學生的政治利益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的道德標準是低下的 你要讓我去相信說 他對這個國家是中心的 我必須說我不相信 當然我覺得 鄭靖民當然就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說陳明通 他基本上替林志堅說這個話 尤其他也三次的發文的澄清 那現在學輪會 臺大學輪會 等於是否定了這個林志堅的說法 等於其實也間接了否定了 這個陳明通的一個說法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陳明通 似乎一開始還是比較站在一個黨派的立場 來出發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可能第一個值得注意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講 這個你剛才講忠誠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國安局局長 其實你對總統負責 那你應該對總統要誠實 對不對 因為總統是很相信你這個對國安所掌握的情資 跟國安的一個判斷 就是說如果你提供給總統的這個情資 不是一個真實的 那這裡來講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你這個職務的一個 一個釋切性 以及總統是不是還要繼續信任你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裡面如果說假設在這個過程 因為他顯現出這些問題 可能對他的這個職務 確實是會有一些被質疑的地方 不過基本上兩個 兩點 我覺得要注意到 第一個就是倫理 你做個國安局長 你倫理不能被人家質疑 那你做臺大教授 你能這樣子搞你的學生論文嗎 所以你的你的倫理 你這學術倫理我就懷疑了 你這已經不合學術倫理 那你做你做個國安局長 不是更重要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好不好 先不管學術倫理了 你做個國安局長 你的邏輯要很清楚 兩岸風雲這麼緊張 國際局勢這麼詭譎多變 也就是說你一個國安局長 你的智慧 你的邏輯感要非常強 老共出一個什麼動作 他為什麼這樣 現在會怎麼樣 我們該怎麼樣 這是攸關整個臺灣的安全 那你光護航你兩次 三次寫那個兩千字 四千字 所以我看邏輯不通嘛 我根本認為那個腦筋是 智慧是有問題的嘛 你要掌管國安局 平常沒有事看不出來嘛 有事就看出來了 你光能夠想出來一個 想了一個月 事發一個月以後 想出一個東西來 說他們兩個都沒抄 是我改的 所以我改了他 他抄了我 你認為這個就能夠騙過天下人 能夠說服天下人嗎 一聽就知道不可能 所以余正煌就跳出來了嘛 說我沒有抄 我沒有抄他的 對不對 你認為你這樣搞完以後也擺平了 余正煌也不會 因為我沒有說他抄他 他只是抄老師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他就不會講話了 他還是跳出來講話 你怎麼判斷的呢